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吃飯我都喜歡坐在那個磁磚上 然後這樣子跪在那個座上 欸你們家椅子不是是竹藤的嗎 連竹藤的你也要坐在磁磚上 竹藤收掉了 沒有椅子 有椅子啦 但是沒有那個上面竹藤是另外鋪的 整個都收掉了 對啊 像我們今天 有抽獎 什麼抽獎 沒 嘿嘿 一樣 嗯 一樣公開分享 然後我們待會有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小題目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毛小孩 抗日大作戰 抗暑啦 抗日 抗太陽啦 抗暑啦 對 你什麼時代的人啊 抗太陽 今天要抗暑大作戰 其實今天算是比較熱 因為前幾天都有瞎那個午後雷震雨 大到像颱風一樣 對 可是在下雨之前 中午的時間還是太熱了 所以我們今天的贈品也跟抗暑有關 因為要幫大家補水 保養 對 因為你知道曬黑 對啊 而且很容易那個缺水 那我們很容易乾 先跟大家講題目好了 因為今天是抗暑大作戰嘛對不對 沒錯 那我們今天就是 這個還不能撕 對 我們網路上 討論度最高的毛小孩抗暑妙招 然後呢 我們待會會講出前五名 可是大家只要猜到第一名是哪一個 我們只要猜對第一名是哪一個 猜對的就有機會得到我們這個 水美眉 水美眉的 有三個不同的獎項 我們隨機抽出三名 它是三步驟喔 第一個是那個 算是 我看一下 第一個是這個 算是化妝水 化妝水 然後第二個是 乳液 動靈乳啊 聽起來很厲害 你好像需要喔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然後這個就是保養霜 活顏霜 滋潤活顏霜 其實在夏天的時候 要保養真的很重要 對 就不要想說 冬天是乾燥才需要保養 夏天太容易 油水不平和 出油又出水什麼的 其實更需要做到保養的功能 對沒錯 大家記得幫我們公開分享 然後待會 就有機會 猜到我們的第一個 第一名的抗鼠妙招 網友排行第一名抗鼠妙招是什麼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抽中 對這三個 水美眉 一二三 其中一項喔 其中一項 我們抽出三名 然後 呃 就是隨機贈送 那也是要公開分享吧 對啊 要公開分享啊 然後猜中 猜中其中一個 這樣 好 好 那我先講前五個有什麼囉 好講 我跳著說 有 有 海邊看比基尼辣妹 嗯 這個有機會 是去海邊的意思啦對不對 看辣妹 看辣妹會消暑嗎 眼睛吃冰淇淋吧 這個是毛海喜歡的還是主人喜歡的 我覺得是主人喜歡的吧 而且看了辣妹應該會 噗噗噗噗噗噗 我心裡要更快 會更火熱吧 真的不知道 也許這個也有可能是第一名的啊 然後再來有 網友的想法都怪怪的 欸 我也是網友 我也是 再來還有 剪毛 剃毛 幫毛小孩 夏天很多人會幫毛小孩全身錄光光 我以前也會 因為覺得 噗好熱 我自己都很熱 我覺得 因為我會覺得 我沒想到那個剪刀髮 剪毛髮 對 然後大家可以想想看 覺得 哪一個 才是第一名 哪一個比較可能是 不一定是真正有用的第一名哦 但是網友 網友排名的第一名 然後再來有 玩水 細水 去玩水 玩水 細水 然後還有 適當補充水分 補充水分 聽起來很重要啊 嗯 但我不知道這是不是第一名 然後 再來一個 上山度假 避暑度假村的意思 上山度假 還蠻舒服的啊 自然涼 好想要哦 隨時可以 然後還有 還有蠻多其他的 小方法 其他的我們等一下揭曉錢 我們再跟大家講 沒錯 我們待會再一起跟大家說 前五 前五 剛剛講的前五 五名 是前五名的選項 那你們覺得哪一個是 討論度最高的第一名 我們只要猜中第一名是誰 就有機會獲得哦 然後公開分享我們的直播就有機會獲得這三個 其中一下 沒錯 水美眉的 夏天也要我們的皮膚也要補水 要照顧到毛小孩自己也要照顧到 沒錯沒錯 好 然後 我們剛剛前面有聊 為什麼 這個禮拜一定要討論 抗暑 因為聽說你們家的 淺淺跟甜甜上禮拜中暑 對我們家的兩隻小的毛孩 我們家有三隻嘛 大隻的那天 因為他一天騎馬要出去外面跑三次 所以上個禮拜天 我們全家人去那個英哥三峽玩 然後就想說兩隻小的 帶出去 對一起帶出來走一走 讓他們跑一跑這樣子 結果才剛出門 剛到目的地下了車 沒多久 兩隻就開始一直在喘 有讓他們走路嗎 有走一下 但是其實大多數的時間都是抱著 因為 人多也怕踩刀或什麼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間都是抱著 然後 但是就是偶爾還是會讓他們走一下 然後想說 怪怪的好像也不太想走 然後下來就是趴著 然後 四隻腳都張開開這樣趴在地板上 一直喘一直喘一直喘 然後 其中淺淺的眼睛周圍都紅紅的 然後甜甜是真的喘到那種 全身起伏超大 然後聲音超大 聲音超大很激動這樣子 然後 就想說 完了我就趕快摸他的肚子 很燙吧 對就熱熱的 然後想說啊是不是 中暑 對真的中暑了 然後我就趕快 還好因為我有一個習慣 就是我出門如果天氣太熱的話 因為我怕流汗 我都會帶一條小毛巾放在包包裡 然後那時候就想說如果是中暑的話 就有問醫生 然後就說緊急處理 我可以把那個毛巾弄濕 幫他們擦身體 對弄濕弄一些涼涼的水 然後幫他們就是 臉啊 然後腹部啊 胸部啊 就是肚子 這邊比較沒有毛的地方 讓他們擦一擦 讓他們急速的降溫 所以要從比較沒有毛的地方開始擦 對啊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 趕快整條毛巾弄水之後 當然不要太濕啦 但是就是讓他有點冰冰凉 就整隻狗搓搓搓搓搓搓 所以就只有用水這樣子幫他去降溫 對 一開始是只有用水 然後剛好那時候我們在一個吃冰的店家 直接給他吃冰 對然後剛好那種吃冰的店家 他們有些那種大電池 他們剛好有那種大工業扇是放在地上的 然後我們的座位剛好就在那個電風扇旁邊 因為沒有什麼客人 我就把他們兩個就放在那個電風扇前面 好開心喔 兩個就是這樣趴著然後吹電風扇 然後就比較舒緩一點 然後剛開始還沒有這麼舒緩的時候 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然後我還直接去跟那個賣冰的店家 就跟他買10塊錢的碎冰 就什麼糖水啊什麼都不要加 對就是10塊錢的那個小碎冰 然後就讓他們吃一點冰 就整個時候要再剝開 他們會吃嗎 他們好愛喔 其實平常在家裡的時候 我們用水裡面放一點那個冰塊 就是家裡做冰塊 他們也好愛喝 他們就一直去舔那個冰 可能覺得那個口感比較不一樣 會不會舔一點 因為我前陣子有看過有狗狗在舔冰塊的影片 黏住嗎 對 真的黏住 那真的超蠢的 那個真的還蠻白癡的 但因為它太冰了吧 它是一整大塊的冰塊 然後它是直接這樣舔 舔一舔 就是它舔得很忘我 然後舔一點就黏住了 還蠻好笑的 就是這樣 那我會是會弄一點水啦 然後那天再會面的話 就是讓他們吃那個小碎冰 如果說像是 就是他們已經中暑了 就馬上給他們去吃這樣子的冰塊 會不會太刺激啦 當然也要少量啊 先讓他們喝水啊 對啊 因為你突然讓他們的溫差太大 或者是你在外面很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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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突然馬上進到那種很冷氣 很涼的冷氣房 那其實溫差急速的太大的話 就是人跟狗一樣 人也會不舒服 因為我們的那個中速神經沒有辦法協調的這麼快 對那尤其狗狗的話 它可能就會更不舒服 有時候你可能真的降溫降太快了 你又怕它會不會感冒 對啊 對然後太熱的時候又怕它會不會熱衰竭中暑 對所以覺得就是還是慢慢來 但是補充水分一定是很重要的 那除了就是你剛剛講的就是眼睛會冒血絲 然後一直傳 喔這狗狗吃冰的照片 對啊吃冰 好可愛喔 其實夏天夏天不只狗狗 貓咪也是 尤其是那種如果家裡有不愛喝水的貓咪 很多人都會是那個在水碗裡面放一點冰 或者是 對啊或者是我們就自己在家裡做冰塊 然後讓它吃 欸像我們自己人吃的冰棒他們可以吃嗎 嗯人吃的冰棒 太甜了齁 對第一是太甜了啦 然後第二是我們也不確定它裡面到底加了什麼 我們都吃下去了 對啊但是因為狗狗的 狗狗的那個比較沒有像人類那麼好 可能沒有辦法像人類代謝這麼快啦 對啊所以我覺得如果是自己家裡做的那種 自己家裡製冰 做一些小冰塊啊那種 因為我之前也有看就是有人做冰塊是把水果也放進去 啊那個很棒 狗狗應該可以吃水果吧 就可以啊 這如果是狗狗喜歡吃的水果 然後我之前也會用那個西瓜 切一點點西瓜 但是不要當然量不要太多啦 因為你看其實我們人在吃水果的時候 我們覺得很好吃 對但是其實有時候也是過量 那狗狗的體型有大有小 如果是小狗的話 當然那個份量更要拿量 所以可能就是放一點點或是有含一點點那個水果的果汁 打橙汁也可以嗎 對然後 對啊你看配那個西瓜 然後讓他們 好可愛好像Tony喔 對讓他們覺得甜甜的 然後又冰冰的 他們就好喜歡那個口感 然後真的我 我遇過的狗狗都好愛吃西瓜喔 真的喔 對我們家三隻狗狗 然後之前出去玩的時候也有看到 應該就真的很涼爽的感覺 嗯之前也有看到別的主人 然後就買一袋那個切好的西瓜 然後就是我一口你一口我一口你一口 然後真的我遇過的狗狗都好愛 但西瓜會不會對狗狗來說太甜了 還是還好 嗯西瓜糖分確實比較高啊 然後但是就是幾口讓他們嘗嘗那個味道 開心一下 應該是還好 對啊 那除了你剛剛說的那個 眼睛就是發紅 嗯 然後一直喘一直喘之外 還有什麼現象是我們可以觀察的到說 喔他可能是中暑的現象 嗯 其實如果用摸的話 他的體溫會 就是會跟平常不一樣 你就說平常 平常在我們用摸一定會抱他們啊 有時候尤其睡覺的時候 一定會抱他們 然後平常跟他們玩的時候 會抱著 那如果說這中暑的話 他們的體溫會比平常 來的高 來的高一些 而且是真的感覺的出來的 就不是那種 差個一點點 一點點 對是真的就是你一摸它的時候就 哎呦怎麼這麼燙 對啊 然後再來有一些 狗狗如果嚴重的話 我之前還有聽過就是 真的會熱到會吐 噢吐 對 因為可能他們太喘了 還是怎麼樣 可能因為食慾也不好 所以平常喜歡吃的東西 他都不吃了 對 然後有時候 前幾天也有人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家的貓 或是我們家的狗 最近都不太吃東西 嗯 然後我就說 我就跟他們說 可能是中暑 可能真的有點太熱了 因為 人也是啊天氣太熱了 我們有時候也會吃不下 對啊 或是會只想吃一些 所以我最近就瘦了 嗯 怎麼這麼不明顯啊 可能還不夠熱吧 你 我都在冷氣房 對啊 然後其實 毛小孩也是啊 就是如果說天氣太熱 他們真的覺得有點受不了 他們的食慾也不可能像健康的時候 食慾那麼好 對 然後喝的水量也會稍微多一點 但是麻煩的是那種 就是 他熱但是他又不喜歡喝水的 你就沒辦法觀察得到說 他 他 是不是有的異常 對啊 然後 像如果說是 貓咪的話 我們在家裡 尤其是夏天 就是真的 你要一直想辦法騙他喝水 你們家貓咪也不喜歡喝水 我們家貓咪以前不喜歡 現在很喜歡 現在就是時不時 他就會自己去舔個機口 舔個機口 那他之前不喜歡喝水的時候 我真的是 有 找了很多方法 然後一直去試 一直去試 然後慢慢讓他喜歡喝水 讓他覺得 那是一個很平常的吃情 好東西 因為譬如說有很多小方法 像 一般貓咪給他 他自己的碗 他一看就是 啊這是水碗 他就是不會去碰 可是如果我們在喝東西 我們用馬克杯 或是用我們人的杯子 我們在喝的時候 他們會看 然後 然後就會知道 就會學 對就會學你 然後他就會去偷舔我們的杯子 然後我就發現 欸 你自己的碗你不喜歡 可是你會舔我們的杯子 我就放很多杯子 在各個角落 對 然後他就是沒事會這邊去舔一下 那邊去舔一下 那邊去舔一下 對然後還有這個 像我們圖片上這種的 他的開口比較大的碗 也很棒 因為很多的貓咪跟狗狗 他們會比較喜歡這種 他不一定要很深 但是他的那個開口要比較大 為什麼會比較喜歡 嗯 其實我也不知道 但是因為 像我們家的狗貓啊 然後我有問過一些其他的朋友 家裡洋寵物的 他們會喜歡看 我在想可能是 是不是因為 他的那個面積 比較寬的時候 你在喝的時候 那個水的那個 波浪的 波動會比較大 感覺有點在玩 對 第一次感覺在玩 第二次他們會 比較喜歡喝流動的水 嗯 然後 很多貓咪會在家裡 網路上有很多圖片啊 影片啊 就是那種貓咪會在家裡 自己開水龍頭 有些水龍頭 是那種播的 不是轉的 然後他就會自己去舔舔 對 他就是會開一點水龍頭 然後去舔舔舔 喝那個水 好像電影裡面才會出現 金金 但是真的 然後我有朋友也是這樣 他們喜歡那種 玩流動的水 又好玩 然後他們也覺得 冰冰涼涼的又新鮮 因為其實 毛孩子他們的那個 嗅覺非常的靈敏 然後 有時候我們甚至給他一碗水 放了第二天第三天 他就不喝了 很常就是完全不喝了 甚至是飼料一樣 他們都喜歡新鮮的 而且現在夏天 其實有些水放久 也是容易滋生細菌 對啊 對啊 所以 盡量就是一定要每天換 或是 早晚 我在家裡 我是會幫他早晚換 因為 你換新的水 一定有時候會冰冰涼涼的 他們好愛 他會比較愛喝 對 一看到我拿水碗從廚房出來 他就會馬上跟著腳邊就過來了 那如果說就是 在外面 狗狗中暑 不像你一樣平常有帶那個毛巾的話 那要怎麼樣馬上去做應變處理啊 嗯 可以盡快找水 水 有水的 有水的地方 因為第一一定要先讓他喝水嘛 因為中暑很 中暑好容易脫水 然後 而且有水的話 第一是讓他們喝水 第二是你可以用水稍微拍拍他的身體啊 然後讓他 好可愛 對啊 然後拍拍他的身體啊 然後身上啊 或是幫他擦擦臉啊 什麼讓他的那個溫度可以 稍微降下來一點 然後就是盡量找陰涼的地方 通風 因為有些地方你會覺得 啊在這裡曬不到太陽 OK 可是他完全不通風 他的那個溫度其實也是很高的 並不是一定要曬到太陽 才不會中暑 我覺得現在外面好像 其實這種天氣 人都很難在外面待 真的 一分鐘兩分鐘就已經全身暴汗 人站在外面什麼都不做就要融化了 對啊 胡瓜是狗狗 而且 你說他們的腳底板是 算是肉嘛 肉球這樣子 那柏油露這麼燙欸 很燙 所以如果說我們在 白天的時候 因為有些狗狗像 龍武 龍武如果跟我回家的話 他沒有辦法 就是他完全不敢在 房子裡面上廁所 為什麼 他的習慣 對他的習慣啊 然後 所以他一定要到外面去 對他一定要到外面 那我不可能就是 一定要等到太陽下山 才讓他上廁所 所以就是盡量 如果你在白天 要帶 要帶狗狗 貓貓貓 貓貓貓應該幾率很小 如果在白天 要帶狗狗出門的話 盡量就是 第一是盡量避開 大正中午的時段 熱的時段 對 那種十點到兩點 這個時段 太陽正大的時候盡量避開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如果真的太陽太大的話 盡量不要超過十五分鐘 不要超過十五分鐘 因為你想想看 我們 我們沒有穿鞋的話 五分鐘就會不行了 對啊 可能主人會比那個 主人 主人的耐久程度 可能還比狗狗還短一點 對啊 然後 因為其實龍武也是 有時候我都會想說 趁現在有太陽 帶他出去草地跑跑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他自己也是會就是 太陽大的時候 可能跑個一圈 他就想要回家了 之前很常看新聞啊 因為我覺得現在 有些人就會覺得 啊 沒關係 一下下就好 像是我下次買個東西 或是辦個事情 那把狗狗放在車上 開個窗戶給他 但是在車上 那個溫度是很高的 很高啊 然後 而且很容易就忘記了 對 你看有多少新聞 連自己的孩子 孩子都會忘記 放在車上想說 我下去辦個事情 馬上就回來 我買個東西 馬上就回來 結果一買東西之後 欸逛起來了 而且狗狗也 不像人類一樣 會叫 會拍 或是什麼 對 他可能在裡面 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對啊 然後就是真的 一定要切記 絕對不可以 常常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新聞 不管是小孩 還是毛孩子 真的不要讓他們 獨自關在密閉的那個車 車上 而且又不通風 而且 又熱 那個溫度 還要再高好幾倍 因為我有去做功課 看到說 即使是 就是 在夏天的時候 盡量不要 就是出門 不是通常人家 都會帶一個提袋 就是狗狗的那個 算是一個 裝的箱子 或是提袋 這樣子 外出袋 那也是很容易造成狗狗中暑的 原因吧 比較密密的空間 對 那樣的話是悶熱啊 但是現在 如果說我們真的要幫狗狗找到外出袋的話 就是他的那個通風網 對 現在其實很多他會做那個 三面 就是正面 側面 都是網狀的 讓他是比較能夠透氣的 然後 我有個朋友他 前兩個禮拜買一個新的外出 那個 拉的那個 對 提袋 可以用拉的 然後他一開始好高興 就終於到貨 行李箱那一種 就是可以拉的 然後小小的 他騎機車也可以放在前面 然後到貨的時候 他本來好開心喔 結果後來 拿到的時候發現 嗯? 就是他通風網只有 只有前面 跟上面 就是上面拉鍵拉起來的時候 上面跟前面是通風的 但是旁邊兩側都是 都是反部的 對 然後他就說 哇他覺得這樣子好像不太 不太透氣 我們也可以拿那個 把像剛剛講的 冰的那個寶特瓶 放進去 裡面應該會很爽欸 我之前也會 因為我之前帶 帶小狗出去的時候 我都用後背包式的 後背包式啊 那因為後背包式的話 他一定會有一大 一大面 是貼在我的背上 因為他們其實會很熱 因為我自己都會覺得熱 因為我背那麼大一個包包 然後他的背又貼在我的背 然後還靠著你 對 然後所以我都會用那個 就是一樣 做那個寶特瓶冰 就有那種 結冰礦泉水啊 什麼什麼那種 做一個大塊的 融化了自己還可以拿起來喝 對啊 然後就放在 就是放冷凍 然後但是外面要記得 要包一層那個毛巾 或是布 不然就會冰傷 對啊 不然真的太冰了 也對他們不好 然後就墊在那個旁邊 然後就會 趴著 甚至有時候他們會抱著那個 然後就好說 抱著他們 對 就窩在裡面 然後就這樣抱著 好可愛喔 然後是把那個當枕頭 即便很舒服 裡面就小小的冷氣房的感覺一樣 對啊 來看看 有沒有人有 有嗎 說什麼 等等喔 我看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些 抗鼠的妙招 可以分享給我們 應該有吧 我覺得每個主人都有他們自己的那個 厲害的配方 我看看喔 所以像是什麼樣的狗狗 會比較 你剛剛說是 鼻子比較短的 鼻子比較短的 那是不是就像是 鬥牛 鬥牛犬啊 八哥啊 西施啊 那些都是比較短 毛很多的那種松絲犬喔 它也是短 短鼻對不對 松絲也是短鼻子 你看你看像這種 這一種就是鼻子比較短的 而且啊 就是大家如果說有注意的話 或者是 真的很長 跟狗狗一起玩 有在觀察的話 會發現 這些鼻子短的狗狗啊 不只是中暑 他們比較容易中暑 但是他們就算沒有中暑的時候 他們的呼吸聲 也是很大聲 會比較大聲 而且他們的喘氣 也會比較那個 比較常見 因為這種狗 我之前也有看到 他影片是打呼 對啊 因為他們的鼻子好短喔 沒錯 然後 當然說 你看這種鼻子短的狗狗 而且你看他們 除了鼻子短之外 還有另外幾種毛孩 也很容易中暑 胖 胖子 胖怕熱 這應該不是毛孩子吧 毛孩子也是啦 你熱嗎 好熱 那這個是什麼西施 對啊 所以胖的跟 老的也是吧 老的也會 然後 年紀比較大的毛孩子啊 然後 活動力比較不好的 或者是 生病 對 健康 健康狀況比較沒那麼好的 那還有一種 就是他 平常這運動量太少了 運動量有 有可以幫助他 對啊 你平常如果有在 適時的運動 你當然也不可能說 也不要說就是 我們家的毛孩 平常都沒運動 然後 然後一聽說 喔 要適時的運動 我就每天讓他去 跑那個 長 跑馬拉松 那個狗狗沒辦法 你一定是要適時 情緒漸進 情緒漸進 對對對 然後 如果天氣太熱的話 剛剛前面有講到 就是盡量坐在15分鐘之內 然後 呃 如果說 就是 他有比較常在外面運動的話 其實不一定是一定要運動 但是就是盡量多帶孩子出去 有活動到 活動 對 讓他是比較有活力的 因為其實有時候在家裡 你能活動的空間真的比較少 對 你就算說 我們家可以讓他隨便跑啊 什麼的 但是 就是 一般來說 毛孩在家裡能跑的頂多就是客廳 而且他們也不會想跑吧 對 然後客廳你看看 也有桌子椅子 或是什麼的 如果真的讓他在那邊跑的話 第一也是安全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空間也 不是那麼真的足夠 這個是什麼狗狗啊 這應該也是稀石啊 不一樣的品種 稀石 應該 還是長矛 稀石通常都長矛 剛剛前面那隻挺短的 還是他是剪掉的 應該是剪掉吧 所以剪毛的話有助於 因為我看網路上有些人是支持剪毛的 有些人是不支持剪毛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有不同的派系 但是 其實說真的像我在夏天的時候也會 好可愛喔 對好可愛喔 我在夏天的時候我也會幫我們家的 就是狗狗剃毛 那我覺得那個是 我們會覺得比較 抱起來比較舒服 對而且乾淨 因為夏天容易悶熱 皮膚吧 對皮膚問題 那因為其實如果說要 要說散熱的話 其實說真的狗狗的皮膚 沒有汗線 對 因為我之前也有問 也有問醫師說 那他家天那麼熱我幫他毛剃光 應該會好一點 然後我那時候 因為我之前不懂 我真的是幫他們剃到全光 很容易曬傷吧 我覺得這樣更容易中暑 對 然後而且我之前真的是 蠢到幫他們剃到變成粉紅色的狗 就是皮膚 他們應該會有自卑感吧 自卑感是還好 因為他們很愛我 但是後來就是醫生才說 第一是其實狗狗他們身上沒有汗線 你就算毛剃光 然後他們也不會因為這樣能夠排汗 還是什麼的 然後再來其實 就算是要剃毛的話 主要是可以 因為環境的因素 有時候會讓他們的皮膚比較 容易感染啊 乾淨 對但是剃毛絕對不可以剃到 就是像我剛剛講 對這麼光 就是還是一定要幫他留一些 因為其實他們的毛髮對他們來說 是保護的作用 對啊 對啊 哎呀這隻怎麼這麼可愛啊 有嗎現在有 沒有 喔這隻真的很可愛啊 這隻很可愛 而且你看他的 我覺得我喜歡他的眼睛跟嘴巴 那一塊 而且我好喜歡看 就是狗狗這樣嘴巴髒一半 你不覺得這樣看起來就很像在笑嗎 嘿 嘿 嘿 有點智障欸怎麼辦 欸幹嘛這樣 欸那一下還沒有人回答說那個 對我們剛剛前面講的五個 玩水 細水 上山度假 海邊看辣妹 剪毛剃毛 上山度 欸講過了 然後補充水分 哪一個是 討論度最高的抗鼠妙招第一名 只要猜中的話 我們會 隨機抽 這個 三名 這個是 人類的 水美眉 水美眉 我們人類的 抗鼠妙招 一二三 對 一個是乳液 一個是化妝水 一個是活鹽霜 水美眉的水潤全配液 水潤靜白凍凌乳 還有滋潤活鹽霜 水肌送出 大家記得公開分享喔 對公開分享 所以要揭曉了嗎 還沒幫 這麼快嗎 然後 有時候 就看到很多網路上面 一些就是 養寵物的一些網 算網紅嗎 寵物的網紅 網紅狗 他們主人都會幫他買一個游泳池 小小的游泳池 那個好可愛 有些會怕 對啊 其實有些狗狗還蠻怕水的 我們家的狗狗就 就蠻怕的 嗯 但是就是 一般那種淺淺的讓他們腳 泡泡水 在裡面玩泡泡水那個應該是還好 對啊 那狗狗怕水的話 主要是怕鼻子 鼻子有多進到水吧 他們會比較不喜歡 但如果說 比較不喜歡洗澡 嗯 但是一般來說 如果是腳泡泡水的話 他們還蠻喜歡玩的 而且又涼快 不然我們 先跟粉絲說一下就是 討論度最高的六到十名 六到十名好啊 好 第十名是什麼 第十名是你 上禮拜才用過的耶 甜冰塊 但是這招 居然網友排名才第十名 這招真的好好用耶 是不是 甜冰罐是不是也要去注意 你看這個好可愛 沖浪玩水 這個是海邊嘛 去海邊看辣妹 這個是玩水細水吧 這裡面沒有比基尼啊 搞不好後面有出來一個比基尼 我覺得這張圖應該是 小編想要那個 要幹嘛 暗示我們的解答吧 是嗎 是嗎 小編在暗示我們的解答嗎 告訴粉絲趕快 你看又來了 都是這一系列的 這是什麼 我沒有說這個是玩水細水喔 甜冰塊 他們會不會去咬這個冰塊啊 有一些會 會放在嘴巴裡面 咬 但是就是你給它 不要太大的 太大的 他們咬很容易傷害他們 牙齒 其實還好啊 你看他們 那個 骨頭 坑骨頭我真的不建議 然後解壓骨啊 還有我們 前兩個禮拜的那個 超硬的 超硬的 超硬的那個 你們覺得我臉瘦了一圈 梨牛 梨牛 乳 乳 乳條 對啊那個也超硬的 是臉都瘦了一圈 還是變國字臉 那第九名 第九名 我剛剛也有講到的 冷凍礦泉水罐 而且這又不花錢 真的 而且重複使用 沒錯 奪經濟實惠 沒錯 反正你冰箱就是開在那邊 沒錯 你出門上班 你就給他放在一個地方 他自然就會去那邊 對沒錯 這個真的是 妙招 這應該是排第一名啊 不是第一名 哎呀 第一名剛剛 還沒啦 第一名 剛剛好像有 有瘦漏嘴 剛剛有瘦漏嘴嗎 那再來第八次 就各式涼墊 涼墊 因為 其實涼墊真的現在 家裡應該還蠻常見的 剛好他們趴著的時候 是他們肚子比較眉毛的地方 對啊 好舒服 你看我們人也喜歡坐在那個上面 夏天不是大家都有那個 坐墊 然後 起來 就是他變熱了 起來那邊就一潭濕濕的 會流汗有沒有 對 我家裡就會買那個 幾個是人做的比較大的 然後會有小的 嗯 然後就是讓那個 就讓他們去坐 狗狗貓貓去趴著 再來第七的是 吃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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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消暑 我覺得如果擔心他們會過天啊 或是什麼 可以把 因為你知道我們切完西瓜 下面不是皮啊 嗯 就會有肉又有白白的 那邊應該是比較不甜的吧 那邊是比較不甜 然後 但我覺得很棒的方法是 你把它放在水裡 讓它去甜 喝水嗎 對啊 我之前 會把那個切下來 一小塊一小塊 就比較 或是咬一小塊 就我在吃的時候 就咬一小塊下來 然後就放在他的水裡 然後他又會喝水 又會去吃那個 對 然後水裡也會有一點點的 那個甜甜的味道 很懂喔 再來是第六個 吹電風扇啊 我很喜歡看狗狗去吹電風扇的時候 我就這樣 嘿嘿嘿 然後那個 對然後就是面對 而且他們好會找那個 電風扇的風味 有時候我們自己在吹吹吹吹吹 所以就 怎麼沒風了 被他擋住 對 老五馬這麼大隻 就擋住整個電風扇 那不管轉到哪兒 然後他就是趴在前面 好可愛喔 你轉走 然後他又趴在前面 你轉走他又過來 很聰明耶 很聰明啊 狗狗貓貓都會 然後 我們家的貓咪還會 因為貓咪大多都待在我房間 然後我房間 電風扇就擺在床的前面 然後有時候我 我起來 或是我出門回到家 然後他就會 他就會到門口迎接我 之後就會跑跑跑 跑到那個電風扇前面 叫你開電扇嗎 喵 叫你開電扇 對 我說要開了沒 我等你回來開電扇 原來他迎接你 不是跟你打招呼 想你 叫你趕快去開電扇 通常他們都是有訴求的 不然就是會 迎接我 然後之後我就 啊媽咪回來了 然後之後就跑到那個貓房 然後就 看那個罐頭 喵 還要吃飯了 對 要吃罐頭了 但是貓咪也挺會溝通的喔 嗯 真的是 欸 那接下來 接下來 要公開了嗎 要公布了嗎 但是 現在有人 猜中嗎 有人說吃冰 有人說細水 那到底是什麼勒 還有勒 還有勒 細水的 唉唷 所以到底是吃冰還是細水 世偉 世偉 為什麼一下吃冰一下細水 只能選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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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宏說細水 好 不然我們就一一來公布吧 你要公布了嗎 我們先公布第五 公布第五名啦 給大家有時間猜 你們覺得第五名是什麼 第五名是什麼呢 你知道答案了嗎 蛤 你知道答案了嗎 蛤 你知道答案了嗎 我知道答案嗎 我大概知道 是什麼 你覺得是什麼 我覺得如果要分一到五的話 最沒用的剛剛講啊 就是 公布也就是剪毛剃毛 自以為是了 是嗎 真的耶 對啊 然後 這邊要提醒大家 如果說狗狗真的 真的有那種要全部剃光的 通常 醫生都會建議就是 他可能有很嚴重的皮膚病 因為要治療 我們才把他剃光 不然的話你就算 有幫他修剪 讓他看起來是比較乾淨清爽的話 至少都還是要 讓他留一些毛 不能剃的太光 我覺得剃的太光也是挺危險 就是 你知道他們也會去抓他自己 腳趾頭其實也是很尖很利的 很容易受傷了之後 又可能會感染什麼皮膚病之類的 沒錯 再來第四個 我覺得是最瞎的 我覺得這根本 我覺得 但是 不能排到這個排行榜上面 那搞不好是第一啊 那個搞不好是第一啊 這真的太瞎了 什麼海邊看比基尼 根本是就是 靠賞主人的吧 你這樣子一直否定他 你把男士主的福利都 都抹滅掉了 請問男士主在那邊 看比基尼辣妹的時候 他的狗在旁邊 請問做何感想 你錯了 欸我有好多好多的 就是 男性的朋友 男生 然後他們好喜歡就是 帶著他們的狗 去海中 然後主人看辣妹 對然後 女生就 啊好可愛啊 可以摸嗎 對 拉妹穿著比基尼 就啊他好可愛 可以跟他一起玩嗎 可以你給我來 當然可以啊 對 是不是很棒 我們這樣還不錯喔 不錯啊 這應該是 把妹妙招吧 對 我覺得這個搞不好是 排行榜是錯的吧 這個搞不好是 我們小編他自己 自己列進去的 用過 哈哈 就是最有用的 對 小編都靠這個來把名 第三名詩 第三名詩 街球 山上度假 上山度假 是 文字閱讀能力障礙啊 從這邊讀過去的 上山度假 上山度假 還 這實在還蠻不錯的啦 其實有時候就是 以前小時候 會真的很喜歡夏天 我就是一定要去海邊玩 這才是夏天 但是現在有點年紀大了 之後就會覺得 去山上走走啊 避暑啊 涼爽啊 涼爽 然後山上的風 以前我爸媽說要去山上 我都覺得很煩 幹嘛要去那邊去海邊 不是好嗎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山上 是真的自然的涼 自然涼 不像是你泡在水裡面 其實你還是很熱 嗯 泡在水裡面 你其實在流汗 你也不知道 而且我覺得現在 在山上的一些活動 我覺得現在還蠻涩 像露營啊 那些 帶狗狗去 我覺得其實還不錯 嗯 讓他們去戶外 真正的戶外 跑一跑 不是像是在城市裡啊 或是什麼的 對 讓他們去走一走 但是就是 在山上 因為可能有一些那種 野生的植物啊 菌菇啊 會亂吃對不對 那個就要留意 不要讓他們亂吃 因為我們也不知道 很危險 他們亂吃那些植物 是不是有毒的 嗯 因為那個我們就 這一點真的還是要注意一下 還是要讓它在你的範圍內 對 讓它在你的周圍啦 還是要保護好 不管是 我們的家人 還是我們的毛孩 都一樣 對啊 好啦 再來 第二名揭曉 那是不是第一名就出來了 那還是我們先接第一名 等一下 我先看一下 他們說了什麼 這也只剩下兩個 但是我覺得這兩個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現在 恩宏跟世偉都選細水 細水第一 細水第一 我選細水 是嗎 都是因為剛剛小編 小編一直不透露消息 小編一直在那個提示大家 太壞了 好 那就第二名了 補充水分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就是連平常 在保養 不管是對你的 恩 健康來說 狗狗的健康 還是說 它防它 中暑的一個 都是相當重要的一個部分 補充水分 很重要 然後 再卸啊什麼也是會有影響的 對 沒錯 而且不管是貓還是狗 喝水的量都一定要很注意 狗狗他們會不會夏天比較少排尿啊 不會耶 不會 因為他們不像我們會一直流汗啊 我們夏天比較少上跑廁所是因為我們一直在流汗 但是因為剛剛講的狗狗沒有汗餡 汗餡 所以他們基本上一樣 所以還是要讓他們多喝水 多喝水 多上手 最後囉 大家都知道的 就是碗水 碗水細水 對 碗水細水 碗水細水 是 確實是很 很抗暑啦 但是有些毛小孩真的是比較怕水 這是倒是真的 這是真的 不要太 一開始不要太勉強他們 對 一開始不要太勉強 然後有一些 有一些主人會帶 帶毛孩子去海邊 然後就 就想說 啊狗就是會狗爬市嘛 但是應該不是每一隻狗都一定會游泳的吧 呃 基本上狗狗的本能 他就是會游泳 只是他們會害 還是會很害怕 所以有時候我們很常看到帶狗狗去海邊 還沒把牠放下來 發現怕牠要死爬到你身上了 對你把牠 就是我們人在水裡 然後抱著狗狗 牠在空中就已經一直在滑 一直在滑一直在滑 因為牠很害怕 牠就是很怕掉下去 然後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們 剛開始要帶狗狗去海邊玩水的話 可能先從 比較淺的地方讓牠的腳先泡泡水 然後讓牠開始適應 比較沒有那麼懼怕的時候 再讓牠真的到 稍微可以讓牠游泳玩水的地方 讓牠自己去嘗試到更多的 然後再來就是 回到家之後的清潔 因為如果說去海邊的話 狗狗身上都是毛 黏黏的 黏黏的 然後沾到沙子 那個真的要洗好久 我覺得那頭髮 像我們去海邊玩的 最討厭頭髮年年 頭髮年年的 沒錯 那為什麼 題外話 為什麼人家電影裡面在海邊 那頭髮還是可以這麼順 那個甩 然後我們起來是一頭這樣子 對然後打結 然後然後梳個頭就 啊 那個可能 這就很難說了啦 對啊 但是狗狗 我之前帶我們家狗去海邊玩 就是連一撮一撮這樣捲起來 真的濃 對啊 然後那個沙子 那個海邊沙 它那個都卡在裡面 好難洗 對啊 會比較辛苦 但是 我帶他們出去這樣子玩 他們也很開心 真的很開心 下個禮拜天要去海邊 我在幫你看有沒有看到 戴著比基尼的 男性主人 怎麼會是戴著比基尼的 戴著狗狗去看比基尼的男性主人 戴著比基尼的男性主人 這個去看狗狗 這個畫面很不舒服 講錯了 不好意思 嗯 怪怪的 好 那這就是我們前五名 前五名 網友的妙招啦 然後 但是 這邊在跟大家說 就是 真的當你看到狗狗 你的狗狗真的中暑的時候 當然 最快的方式 就是最急救的方式就是找一條毛巾 找一條毛巾沾濕 沾一點冰冰涼涼的水 然後 在他的臉的周圍 然後胸部腹部肚子 對耳朵 就然後讓他能夠降溫 那如果說可以讓他泡泡水溫 就是 就幫他用水擦一下身體 然後 或者是讓他泡在水裡 但如果是讓他泡在水裡的話 就要注意那個水 水溫就是涼涼的 涼爽的就好了 因為不要太 太冰 太冰 因為你突然太冰的話 那個溫度一下太刺激 怕狗狗受不了 對 所以就是要注意喝水 然後喝水不要讓他一下子喝太多 喝太多也會一下子身體負擔太重 對就是適量 那其實狗狗他喝水喝到一定的量之後 他也會停下來 對就也會停下來 但如果他停下來 你看他還是很喘的話 你就要趕快做一些幫他降溫的動作 然後如果他還是都 真的不行還是就是送醫院 對一定要趕快送醫院 比較安全 然後如果說他真的嚴重到我們 一定要趕快送醫院的話 在我們運送的當中 要注意要讓他的頭 盡量是往上的 因為怕他如果 盡量讓他的脖子伸直 就這樣 對啊 因為怕他如果 如果說他真的很喘很喘很喘 我們在運送當中 他如果有什麼不舒服 他想要吐的話 怕他噎到嗆到 對 那也會讓他的呼吸會 比較順暢 所以如果我們家狗狗 他有在喘 或者是 因為我們家有老狗 然後 然後甜甜的鼻子也比較短 然後有時候想要這樣喘 或者是 或者是他一直在 嗨嗨嗨嗨的時候 我就會把他的那個脖子 讓他可以更舒服的去呼吸這樣 嗯 盡量讓他的脖子稍微伸直 然後我摸摸他的這裡 然後 發順一下 嗯 然後舒服一點 然後 盡量 也不要讓他 短時間的溫差太大 你看像現在這隻狗狗 如果你 前面半小時都待在這麼熱的地方 然後後面看到一家店裡面 冷氣好強好強好強 你馬上把他帶進去 應該會很 很難去挑 人 很多都是 很多人在夏天就感冒 也是一樣 我很常因為這樣 冷熱溫差交換太快 我就頭痛 對啊 人家 以前 我記得以前小時候都會聽人家講說 只有傻瓜 還是 還是只有笨蛋 才會在夏天感冒 超容易的啊 超容易在夏天感冒 那你就是傻瓜 因為 因為我們白天有時候很熱的時候 你在外面 你就會趕快想 騎機車啊 逛街 不管是什麼 你在外面這麼熱 直接吃 對 你趕快進到有冷氣的地方 然後你常這樣子 經驗出 經驗出 那個溫差太快 你沒有辦法調節 很容易就感冒了 狗狗也是 嗯 狗狗也是 所以如果說他真的有一點中暑的狀況的話 你先讓他有一點慢慢的降溫 然後再帶他到通風涼爽的地方 然後 可能找個電風扇 讓他稍微吹一下 不要就是一下就進到這麼冰的地方 這麼冷的地方 沒錯 所以 就是一些中暑的處理方式之外 這些 這邊還有一些就是抗暑的妙招 可以做預防 對 抗暑的妙招 然後 其實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主人要時時刻刻去 關心你的毛小孩 關注你的毛小孩 才可以及時的看到說 他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就像前一集我們在講健康的這個問題一樣 對 如果你沒有時時刻刻去關心他 其實 有時候你發現了 已經太晚了 對 所以我們真的要多花一點時間 陪我們的毛孩子 然後如果今天他有什麼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馬上去 可以即時發現 即使你不知道 你至少可以趕快去求醫 求助 或者是去詢問醫師 沒錯 沒錯 然後 剛剛 有 嗯 哦 我還有麗萍 麗萍 世偉 奔洪 為什麼大家都這麼厲害都知道細水是第一 因為已經猜出來了 可是剛剛還沒猜出來的時候 因為你夏天 你自己夏天 覺得要怎麼樣消暑 當然第一個就是想說 玩水啊 去游泳池啊 我真的覺得 游泳這個真的是好消暑的一個運動 又可以運動又可以消暑 是沒錯 但我本來我本來以為 我本來以為 大家都會選 剪毛剃毛 可能大家都 已經已經有一些 基本的觀念 知道狗狗 狗狗沒有汗線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很多 養毛小孩 他們一定會去搜尋很多 一些相關的一個知識 嗯 才可以照顧好毛小孩 對我覺得現在的四組好棒 現在的 網路真的好發達啊 對你看以前 以前我們還小的時候 很多人養狗啊 養貓啊 可是就是 覺得就是這樣養就好 對啊 啊我們怎麼樣 他們就怎麼樣 可是現在的人真的 很有 很有觀念 他們會去做好多的功課 我覺得現在四組真的好棒 對啊 像我就覺得 如果 講這個又太 太 就是如果我以前 有這些觀念的話 嗯 我們就要托你是不是就是不會離開了 嗯 不會啦 我覺得 我覺得他現在可能在某個好人家過著好日子 過著好日子 對啊 所以大家還是要關心自己的毛小孩 沒錯 多做點功課 多做點功課 多關心自己家裡的毛孩子 然後我們今天 然後我們剛剛有答對的朋友 要記得公開分享喔 公開分享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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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機會獲得這個 你看我的眼鏡好可愛 會一直 亮亮嗎 好像大熊喔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我們今天這樣子的一個 對啊 我自己個人是倒是挺喜歡的 好自在 很自在很輕鬆 好 如果網友有什麼 有什麼想法 對於我們今天的改變 我們之前都是 有桌子 比較像記者會 有桌子 有椅子 那今天做一個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變化 我們就是洗地而坐 比較輕鬆的方式 如果說就是你們有比較想要討論的議題啊 或是話題的話 也可以就留言給我們的小編 然後我們經過整理之後 也會就是 把這些 回復給你們 對回復 或者說我們可能就錄製一集了 對 你們有什麼特別想要知道的議題內容 然後就是趕快讓我們知道 譬如說毛小孩穿搭 哎呦 感覺也不錯 時尚穿搭 要怎麼樣讓那個 我們家的毛孩變形男 我們邀請這個可能五六隻狗狗來走秀 對啊 然後或者是 啊 剛剛我補充一點 如果說家裡的毛孩子出去 他真的有中暑的現象 第一個 如果他身上有胸背帶 有項圈 要解掉 對 第一步一定是先幫他 把身上的束縛都先解開 然後穿衣服 有項圈 有胸背帶 先幫他拿掉 這是讓他血液學 讓他比較舒服 嗯 就像 我小的時候 我國小的時候有一次 以前 以前我們小時候 都會站在操場上開那個招會 那生奇 對對 生奇生奇 然後 那次就遇到一個同學 他昏倒 一中暑 然後國小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印象好深刻 那時候老師就趕快先 把他抱到 就是先扶他到旁邊去 然後 襯衫的扣子 前兩個 就先解開 然後那時候就說 欸為什麼要這樣 然後就說要讓他能夠 呼吸順暢 然後所以如果說 毛小孩帶在外面 然後他有中暑的現象的話 要記得如果他身上有胸背帶項圈 或者是有穿衣服 有其他的束縛 先幫他拿掉 然後用濕毛巾 沾一些冷水 幫他擦擦身體 拍拍胸口 沒有毛的地方 對 要記得喔 好 那我們就下週同一時間 收看我們寵物毛龍物語 寵物毛龍物語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週一會再喝